寿司大弹来 Sushi Boom 英哥能听着吗 说什么活 哎呦 我人在北美 我前就在亚马逊上买了一堆鸡肉沙拉啥的 然后准备中午上班的时候在单位吃 结果我昨天打开亚马逊 我当时无意间打开一个亚马逊的网站 网页版一看 他说那个食物被什么病菌感染 然后因为食物安全问题召回 然后我当时贼慌张 我说哎妈我吃了 不是你等会我质疑你 我猜你 我猜我认为你在黑美国 我认为你在黑美国 我有截图 我全剪下来了 而且你还有截图 我截 对我截完图之后 我再打 那么我不禁要问三明治不行 那牛奶也召回 那美国食品安全怎么回事啊 不说全世界第一FDA 那不老Federal Government 那现实老联邦的 那怎么还总动不动就召回呢 不说美国食品嘎嘎安全吗 牛奶不是两块一罐子 怎么还出了病菌了呢 天塌了呀 你刚才发的那个牛奶截图 是我最爱喝的品牌 我只喝那个 我都不知道他有问题 首先我告诉你 这是谁发给我 这是英嫂发给我的 英嫂说她也是刷着了 才知道 然后结果牛奶都喝完了 我也是 然后我打客服电话 我打客服电话 然后他上来就说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是退款吗 我说我现在不想退款 我说你那上面说 因为这个病毒感染 你说我想喝你 我想喝泡黄 对 他说有感染会导致 就是非常严重的病 我说我就想问 我有没有受影响 我说我是上个月18号买的 然后他跟我说 你现在没啥事吧 我说没啥事 他说那你应该没问题 不是 这么草率的吗 真的 这要国内敢这么回答你 说白了 这边直接就上热搜了 那你料一下电话不到一小时 这边热搜已经挂起来了 那个客服好像是个老印度 还是个哪儿的人 他说话态度特别好 就急了咕噜急了咕噜说话 我说 他就说我理解你的困扰 然后我们给你提供退款 可以吗 如果你后边去 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去找你的家庭医生预约 去检查一下 如果后边有问题 我们会继续跟进 来我给你们现场打一个 结果 我给你们现场打一个 这个得拨啥呢 得拨001 001是美国的 我把我美国卡开开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 啊 美国没有那个啥 美国没有一样的 然后英哥你知道最雷人的是啥吗 最雷人的是我今天收到了一封邮件 说是退款通知 我当时买那个沙拉花了55 50块钱免运费 我花了55 我跟我一个朋友 我俩分着吃的 退款只推了我24 为啥 你朋友那边不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是 我一个人买的 我一个人账号买的 他应该退我全额 我当时跟客服电话 我的英文还可以 不至于说这点 这点都沟通不明白 我跟那个客服说了半天 最后他我也不知道为啥 他只退给我 我总共买了12盒 他只退了我6盒 还是7盒的量 凭啥呀 到现在我 你这一批都有问题 你就退我一半凭啥呀 怎么厂家还有成本 这时候就捞上成本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买了好几个品种 我特意看了 我买了总共四样东西 我教你怎么 我教你怎么把这个事 能多要点出来 能多要点 你朋友男女的 男的 你让他 你现在一会挂了连线 你先去给我买瓶黑色 指甲油 把他指甲盖涂黑的 涂黑完俩上他公司去坐去 你朋友过去 小腰一起 穿个女玩笑西服 My name is Shannon OK Question one I am lady Lady OK 你上去把爸爸 LGBT套齐了 你上去跟他说 凭什么退他那边 不退我那一边 你是不是少数性别歧视 铁子 这一波 你俩要不说一千块钱 算我白说 不是 我上来找他 我打客服电话 想连个人工 都得连半小时 成费劲了 说白了 你打电话 他就知道是你 他知道现实 知道谁是你 我话说这还不懂吗 自己涂上黑手势盖 自己去 感谢大哥大 您度会员 自己涂上黑手势盖 说自己是赵纳斯呢 我是他朋友 你这边出面 你就说你不方便 你现在是腿舌了 你不方便见面 你这个角色 你身为啥呢 苏喜炸弹 你苏喜炸弹 你就不方便出面 你腿舌了 完了一出面的时候 你就画上黑手势盖贴了 一事多绝 两边要钱 不满一千 一千算 假一赔三 对不对 明白 紧身裤穿上不兜当 不行啊 必须兜当啊 不能穿袜袜切记啊 去吧 就是想说这个事 说带有啥用 你跑 你讲话 你说这里 你给咱 咱屋屋一说一听一乐 你但凡 这事你发网上 那下面文章就来了 当年出国的时候 想啥了 你挣美金 挣上的时候 你想啥了 家里有钱送你出去 花你想啥了 你混上绿卡了 你还是中国人吗 帖子 你不能跟网上发 你也就跟我这说两句 说白了 大家清早不宣不说你 你但凡一网上发 哎 这边下入评论区 那这样复制您贴的了 什么 那个 怎么说的 出国 瞬间就善解人意了 眼神清澈了 你都没法活 那互联网的生态 明白吗 你都没法活 不信的话 大了嘎嘟 你把这事 就发网上 你看下面 有没有留这个的 指定说啊 指定说你这个 说你活该给你 二手车 也有问题 二手车 你是跟华人买的吧 不是 在那个 一个叫什么 Jeff 什么Bro 什么挺大一个 那个 马格老外 二手车行 买车还能让人坑了 就是我那个 不可能 你那是一点概面 你那极少数情况 怎么可能呢 实话实话 美国CarMax 美国二手车 你得上CarMax 拿CarMax 当标杆 现实美国二手车 CarMax 存标杆 他有CarMax 他那CarMax 上是完美的报告 然后一点问题没有 一个owner 然后没有任何事故 和那个损伤 然后我 我开了150多个卖 去提那台车 提回来的一路上 就是我开 往回开 开到一半 那车在Faladafia 我开到一半 那个车就提示我 机油不够 让我加机油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 然后我看那个报告上显示 我上两周刚买的这个车 然后那个 我就看那个 我就看 后来我看他那个CarFest Report 上面写着说 这个车是 大概是两个星期前 刚在这个dealer做过 全部的检查 并且换了机油 换了filter 什么都弄了 我在想 我说那两个星期前 刚换的机油 怎么可能说是会缺机油呢 结果第二天早上 我当天晚上开回来 实在太晚了 我就没功夫管了 第二天早上 我就开到了附近的 他有卖那个叫autozone 就是那个卖汽车零配件 汽车配件 汽车零配件 对 我去买了一个单位 一个quat 那个加了一小瓶机油进去 发现还是告诉我缺机油 然后我又买了一瓶 又加进去 然后才不提示我 然后我紧接着 我就发现 我那车不管走到哪 都会留下一个印 就像那个树林里 谁扔面包穴 你知道吧 就留下一个踪迹 就是就那个机油一直在狂 你的车现实赶上狗了 走哪还吃一瓶 对 疯狂的漏 然后后来我去那个 那个找了一个 那天还是周天 很多店都不开门 我费尽巴力 在一个鸡脚嘎拉 就我一等于说 一边加着机油 一边开 我走两步加下 走两步加下 开到那个 开到那个修制厂 人家把那个车 吊起来一看 那个 那个oil filter 就是它那个过滤器 那个里边有一个小东西 缺一个那个橡胶圈 导致那个车疯狂的漏 我买了个mini cooper 那还行 还挺贵的 那还行 那你问题不是很大 你那不是 你那不是机油盒子漏 好油盒子漏 要命了 对 然后那个底下 那个就是那个 引擎下边那个 下边那个 有一个大塑料板 整个那个板 直接就没了 就是那 你没有七天 无理由退换吗 我当时就给打给这个dealer 我去跟他吵了嘛 我当时修这个漏油的问题 花了140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他都得把里面的机油倒出来 重新加一遍 因为你要换那个filter嘛 油底壳 我现在也不清楚 是不是在漏 我说实话 我现在此时此刻 就在mini的4S店 等着他给我做全面检查 我此时此刻就在4S店里 我不信 我找了另外一件 我不信 说到 故事说到这 跟现实吻合上 你打开我看看 来 我给开 怎么翻转 这个应该 点你头像 点你头像 点翻转 色为主靠 来 你接受一下 你先过去 你先过去 你问问他 还得多长时间 这已经放进去多长时间了 我在这等了一个两小时了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你上那柜台那块附近 我看看 我在这 是他 他那个前台跟哪 这车卖多钱 他窗上有贴窗纸吗 有 这车卖多钱 你别横过来 我们跟都能横过来吗 2500 2500个月购 没有 他这是月负 没有 他这是那个 annual fuel cost 是油钱 油钱你画的 这车是 4万 4万4差不多 4万4 你上那个 你上那个吧台那边 我看看那边 这不是 这是等待客人 我喊 我戴耳机呢 我听不着你说啥 哥们 你是不是戴耳机了 你把耳机断一下 我说我戴耳机呢 我听不着你说啥了 那不 不行 不行 你别乱喊 我知道我要干啥 他知道我要干啥 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我虽然等级 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但是我天天看你 天天看你切片 他竟然预判了我的预判 好 那么 古德拉克徒佑 你跟那等着吧 这是老粉 他居然知道我要说啥 然后我给 之前那个dealer打电话 他跟我说 那140 你修漏油的钱 我们不可能给你 然后那个 那个底板 他说你开走的时候 那底板还在那 你路上开飞了 我说那么大块板子 我开飞了我都不知道 不是 他这个意思就是 不是 那板子开飞了 那不也是他的毛病吗 那怎么那是你的毛病呢 那我刚从你这提的车出去 我一千万还没开上呢 对呀 我现在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现在在考虑说 铁了 我这边我有个 我有一位顾友 我有曾经有 我有个朋友 说可能处理事处理不好的话 可以坐他这个车机 乞丐子上撒泼打轨 据说挺好使 还能上热搜 要不你试试 你不能愿意把格劳克 弹夹给清空了吧 我就是怕这事 我找他距离立正 我跟他那个manager 吵了一架 那个manager 他贼变态 他刚开始 他跟我态度特别不好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等着吧 我要告你 然后呢 他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当天晚上 他又态度特别好的 突然又向我就服软了 类似于说 哎呀先生 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给你找到这个板的配件 然后对 他说给你找这个板的配件 然后我们给你安上 我说我呢 首先我不可能再开三百卖来回我开回你 我说这板子 我自己买一个才二百来块钱 我都不知道那个油钱 你知道吗 还有过路费 我说你 但是他就说 只要在我们的那个dealer之外的地方 你任何消费 我们一概不负责 他说你要修你就回来修 然后我说 我说我不信任你们 现在你们给我搞个车 不是你买的是二手车吗 不是 对二手车 二手车你买的正经大车行 它是有一个月可以换退换的 但是他这个车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买的是一台21年的mini CooperGP 它正好过了那个factory的warranty 咋的不替不换呢 然后dealer那也没有warranty 它如果有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 是有说法的 所以我今天来这就是为了证明 它是不是有严重的产品问题 行 那你给这等着 大概我估计可能到它下班之前 能给你信 给你信 你这边再公平抠一下 我们听一听信 看看这到底有没有问题 行好嘞 好了好嘞 就说白了 你给美国买的车 那我们恭喜你 这坐车盖上也没有用 往那一坐低了 刮看直播哥吧 不禁要问你问吧 好去吧 一会中午去买个三明治 吃完再上铺下去 行 英哥拜拜 真好啊 还得是美国银杏啊 还得是美国银杏啊 太银杏了 你看人家那边 什么法律 你说白了 哥们这是个双向的保障 这个时候身为低了 如果除了跟你说 哎 你想 我们听话 别听一半 做人要全面 我只是客观阐述 没有任何主观立场 对吧 你们别说我学谁 我客观阐述 没有主观立场 如果此时此刻 我是 哎 我是个主播 我说看 隔美国当地的 牛不牛逼 哎 客户下下保护壳 把门跑丢了 我可以不管 哎 他那个 他那个机油的那个过滤气 拧中间 我可以不给他垫垫 机油给他拉了 没了 重新花一百刀 我可以不管 买走了 我可以以这个汽车 已经过了 那个啥 保修原厂保修期 我可以不给他换 现实来了以后 不能哭 不能闹 坐机器盖上 我就叫大盖帽 哎 你看我押韵不押韵 哎 叫叫这大盖帽 整不好 我就给你镶 那机器盖子上 你不敢哭 不敢闹 你现实戴个耳机 你就跟主播连麦 你眼神清澈 你啥也不敢 我身为个第一个人 你告诉我 美国我自不自由 咱说美国好不好 好不好 催啥呀 我客观陈述 诗诗诗怎么了 抱歉